大家好,我是Dane 昨天,彭坛酸药蛋成员吉敏也传来了确诊消息 根据所属公司表示 吉敏在30号,因喉咙疼以及急性腹痛症状 去了医院急诊室接受了检查 得知染上了新冠肺炎以及穷素养 依照医事的意见,31号凌晨接受了手术 手术非常顺利的结束了 目前,吉敏正在休养恢复中 在病毒潜伏期与其他成员们没有接触 确诊再加上穷素养 昨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 希望吉敏能好好休息,恢复健康,不要有任何后遗症留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张照片了解SMGOT THE BEAT的备份 躺在沙发的人 坐在沙发边缘的人 坐在地板的人 没有来的人 太好笑了 也不是事先说好的,真的很神奇 我知道是幽默贴文 当天博在IG告知了是因为家里的事情 没有参加最后的练习 怕又有人会说为什么没来练习 所以留言了 对,博娃只有这一天因为家是没有来而已 所以有新人士的人不要太认真 不过发这个贴文的网友也真的是太棒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有关TWICE队长吉友的9个TMI 吉友是Wikimiki成员崔宇正的中学前辈 吉友在出道前的本名是吉苏 在出演16之前改名为吉友了 烈习生时期因为其他成员们都外出 只有紫鱼一个人留在宿舍的时候 吉友将紫鱼带到自己的家庭旅游 并让紫鱼在自己的家里睡觉 非常的照顾芒年了 吉友拥有着TWICE内最性感的身材 吉友以真人流氓很有名 真人流氓 就表示不是在萤幕 而是实际见面的时候颜值非常高的意思 吉友长得很像宝可梦中的普林 在韩国饭圈 摸摸以出道后风格改变最多的成员出名 而吉友以出道后变得最漂亮的成员而出名 2017年5月4号 JYP娱乐出身的2PNUTAGEM 上传了2007年当时11岁的吉友的影片 而在日韩两国都收到了非常大的关注 前YP曾经教导过2S成员们 队长是要能牺牲自己让其他成员们发光的人 之后透过2S成员们的投票 吉友成为了2S的队长 而在出道后拍团体照片的时候 因为成员人数较多 必须有人要弯腰或者是坐在前面 其他成员们是轮流换位子 只有队长吉友 几乎每次都是跪在前排 这件事情当时也被媒体报导过了 但是后来吉友膝盖受伤后 就变成了所有成员们轮流换位子 2S队长吉友是在2月1号出生的 所以今天会过生日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祝今天过生日的 TWICE机友NCT同样 生日快乐 学习 哈哈哈哈